今集就講一下我從小到初中的理財哲學 主要是我媽媽教我的 小時候沒有收入 很明顯 但一年一次農曆新年會有很多利是 當時幾千元都走不掉 八幾年的幾千元都是挺多的 因為親戚多 公公婆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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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 我就不會自己收起來 媽媽就幫我保持 然後就有一本帳簿 例如今年例是3000元 帳簿就寫3000元 如果有甚麼要買 要用 要買 就會在3000元那裡扣數 已經有一個完善的accounting system 當然你今年用剩下的 下年就會在appear 不會沒有了 就累積了 這個帳簿 我印象中 可能差不多六七八歲 七八歲開始有 我已經知道自己會有錢 因為你有2000元 三千元 就會知道錢的概念 即是你買東西 朱古力 麥堤沙就4元 好像2000元是我的maximum 一年的spending 慢慢就會砌 你就知道哪樣東西其實是便宜 哪樣東西是貴 我覺得這個概念是要早點建立的 還有要有自己的帳簿概念 我小時候去超級市場是怎樣的呢 當然 當然是推著車 我和哥哥 姐姐 買甚麼都扔到車上 不要想著扔到車上就沒人知道 我媽媽是那些開數高手 他一定會問 這下麥堤沙多少錢 我會說 10元 差不多了 當他經過這個零食行的時候 他就說 不是10元 是10.9元 哇 大哥 掃得這麼聰明 你說我有甚麼辦法騙到他 所以以後 譬如買了士多啤梨 糟糕了 士多啤梨是貴的 他又會問我多少錢 15.9元 太貴了 先等監禁 又好 沒得吃士多啤梨 我只有一個weekend在家裡 沒得吃士多啤梨 總之每樣東西都有壓力 去到消息市場 不是亂扔東西到他那部車 因為他賣單 不是亂扔東西到他那部車 都要隔個隔 自己要知道價錢 你不可以扔一件東西 你不知道多少錢 媽媽問起你 不知道 是不行的 一定是被他扔出來的 都是一個概念 零用錢 跟那個記帳是無關的 因為零用錢 比較是一個小朋友 好像是應得的 我小學大概有40元零用錢 每個星期 其實我寄宿的 那40元是怎樣花呢 車錢 我要乘63號回家 然後我們外面村口有一間士多 叫志成 現在沒有了 很可惜 在樓梯底 我們會買高花茶 他們自己煮的 雪凍了 細菊 或者大菊 玻璃瓶 有那些懷舊零食 很多的 可樂糖 一條條的 扁的 紅色的 一條條不扁的 總之那裡買糖 買糖可能幾元包 有些吹波膠 你可能買了40元 可能用了20元買糖 只剩下十幾元 只剩下十幾元 要是走上去 炸電扇 要是坐小巴上去 那裡有幾元 所以40元就這樣用了 當然如果我存到的 可能可以去超級市場 可以買更貴的巧克力 未必是志成士多的 歐洲東西 就是這樣說 零用錢是我自己決定的 去到F1-F3 就會有100元 差不多去到F4-F5 就會有200元 很糟糕 其實你現在想 雖然我寄宿 但我都有洗法 我都要買F3-F5 其實是很少 很少輸 那時候激發了我要 這麼努力做無故而 賺錢也是有原因的 因為我的零用錢 是很困難的 而且 差不多五六年班 我們已經要出去 太古城那裡玩 流冰 流冰好像是F1才開始流 但我們會約幾個朋友 太古城那間 以前的Uni 那個地庫那裡 買壽司 幾個女生分來吃 乘地鐵 車錢 你要自己計算 總之你只有這麼多利用錢 又要預定1元 可能打電話 因為當時沒有手提電話 你約一個朋友 他遲到了15分鐘 你要馬上找個電話 打電話去他家 等等 太古城 這個我記得的 或者如果要去海洋公園 那些40元的利用錢 怎樣也儲不夠 那就要在利是錢那裡拿 就跟媽媽說 明天去海洋公園 我約了誰 同學 麻煩在來是錢 2000元的記帳簿 扣200元 300元 或者可能還要吃東西 200元 300元出來給我去海洋公園 這個帳簿就這樣用 去到五六年級 這個帳簿 用得比較快 因為都經常滑街 去到FORM1 就完全失控了 因為要買一下名牌 我記得我FORM2還是FORM3 整個利是錢可能只有3000多元 我一炮過買了一個Champo的手袋 銀條那一隻 然後呢 就用完了 那我整年死了 怎算好呢 真的要找些方法 找銀 那年真的窮到弄 那個手袋 但我真的很喜歡 我覺得很有型 因為星期五 逢星期五 我們宿生就會回家 可以穿便服 還有星期日 去到中學 小學當然穿校服 全程都 星期日回宿舍 我們也穿便服 所以有個很有型的手袋 鞋子、鞋子、牛仔褲是很重要的 是證明了自己的品味 以及我是一個類型 是一個會穿好衣服的女學生 所以很重要的 搞到很窮 那年那個手袋真的窮到窮 還會怎樣花錢 中學的時候 放了學 就會搭6X、260 去金鐘 就是PP 那時候有個food court 還有西武 西武裏面有毛印 買筆、信封 如果我乘63號去銅鑼灣 我們也會逛一下金百里 以及去阿波羅雪糕 買那個Yogurt 我最喜歡 他最初就在邊陵頓街 當店鋪旁邊 後來搬了金百里 我最喜歡 就是一份芒果 兩份蜜蜜 那些蜜蜜 那些蜜蜜已經雪到冰 然後放進那部機 其實現在如果看到阿波羅 我都會吃的 其實我都經常提蜜蜜蜜 因為小時候很喜歡吃蜜蜜蜜 但一定要英國做的蜜蜜蜜 大陸做的不好吃 澳洲做的都一般 英國做的到現在這一刻 都是最好吃的 到中學還有很多花費 就是因為YES Station 要買很多鄭秀文的YES Card 有時候又會去銅鑼灣 在唐街那裡有個商場 可以買明星相 租CD 然後回去錄做帶 或者後來錄做MD 那個商場我都放下不少的銀 有些飾物 還有我小學有一個很大的支出 就是買耳環 我都是在銅鑼灣店 有渣店房 渣店房我每個星期都會去Shopping 好像選耳環 買頭褲 看看有沒有什麼頭飾 然後都會在那裡買衣服 有時候我會在那裡買牛仔裙 還有我謝思宴 那時候都會在那裡買裙 那些耳環那些都是用自己的錢 最重要是 你怎樣可以保持那兩三千元的利是錢 不用得那麼快 就是帶媽媽去Shopping 帶她去買Dr.Martin 帶她去買Timberland 帶她去Levi's 我選一條小褲 原理窗選一條小褲 我第一條小褲是603 是一個小小喇叭 穿得我非常瘦 而且腳很長 這些可以媽媽給錢 但比較難帶她去金百利 要帶她去她本身都會去的地方 例如Sogo Levi's就是哥哥帶她去 夾她去的 還有那時候Ice Fire 買Scene Jacket 我記得我哥哥也有一件很漂亮 藍色 然後有些橙色 然後我的Scene是白色 其實我經常都看中我哥哥穿那些衣服 但真的不適合我穿太大 這些東西可以不扣利是錢 叫媽媽買 節省一點 還有我有姐姐 Mimi有時都會買一些 MacBenetton 冷衣 或者我生日 她會送一個地圖的錢包給我 地圖袋 記不記得 或者眼鏡 還有CD 多數都是她買了我 在家裡享受聽 我覺得這個理財方法也不錯 早點要記帳 小孩不可以request買iPhone 買個波鞋 她要知道是有代價 好在沒有記未來的帳 否則我小時候都買很多東西 去金百利 簡直是賭水 當然後來我自己開始賺錢 還有那年Form2之後 做model 賺了2千萬 令到我的帳簿有很大的進帳 所以都OK的 雖然買很多東西 但也叫做收資平衡 還有小學會去太古城的歡樂天地 買Sanreal 買Forever Friends 有些同學會買Sesame Street 芝麻街那些東西 我小時候一定要control 因為我是添平了 我看中的東西是很貴的 我記得有一年 每年農曆新年 我們都會買一套新衣服 拜年穿 我記得當時媽媽帶我去 好像鮮絲一樣 同葬我曾的模特兒公仔 穿著一條很漂亮的one piece裙 長袖 不是絲絲 不是絲絲 絲絲 黃黃色 黑色 很漂亮 裙子很漂亮 一看就知道很漂亮 我就說很想要 很想要 但當時是 可能我四年級左右 四百多元 八九年 九零年四百多元 太貴 我都知道很貴 但我真的知道我穿上去一定很漂亮 但他也不給 其實也會有很多東西 他不給我買 他會覺得 你的budget是只有二百多 雖然是我付錢 但你也只有二百多 你要選一條二百多元的裙子 最後選了 但我小時候已經很明白 一分錢一分貨的道理 雖然貴的東西當然好 但我家裡的教育 就是要我們明白 你有多少就花多少 我還記得有一次 那時候我去YES Station 那時候有些人不斷領卡 然後賣卡 他說 鄭新文 一元一張 閃卡就十元 星星閃就二十元一張 不是那個二十元一張 就是二十元一張閃卡 我有一晚去YES Station 我跟那個人說 我現在沒有錢 但我明天就會在家裡拿錢來買 我要Semi的這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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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起來是五十元的 他說 你拿著貨給我 我明天星期六就會來 很明顯回到家裡 不知為何那晚媽媽不是家裡 我拿不到我的二千元裡面的錢 還有那一年可能就是我買了Champot手袋 然後我就問Mimi 就是我姐姐 我說 借五十元給我 我答應了人要買YES Card 然後她說 不行 我就在想 什麼不行 有沒有搞錯 你帶我那麼多 你是帶我七年的姐姐 我現在問你借五十元 你說不給 那什麼事 我們家裡又不是沒有錢 我窮到五十元都沒有嗎 然後我心裡都說 什麼事 然後她就說 你答應了人 又不是我答應了人 你明天就不要買了 明天 我說我答應了人 她就說 你沒有錢你為什麼答應人 我真的沒有話說 死死地氣 第二天我都不敢去那個YES Station 好像 怎樣說 是 這些叫什麼 就是 失蹤 玩失蹤 唯有說 明天買其實又沒有出現 掉底 是啊 掉底 當然那個人 其實我想回這些人 無本生來都不得了 她又在那裡領領領領 當然會領到閃卡 閃卡就二十元賣出去 嘩 成本就很棒 不過當然有些不是閃 一元 就算一元都未必有人跟她買 或者抽正 領了一些都不是偶像的偶像出來 沒有人跟她買 那些是虧的 但我想這些人賺錢賺得很和味 我會遲些再有一集 講我們 當時的潮物 買什麼衣服 什麼牌子 什麼袋 那些 在學校鬥些什麼 這一集都很值得講的 我覺得 好了 理財就講到這裡